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了,歡迎回來這個King Sir接觸,我是出體King 上次接完那個劍龍,很多人都說很難,極難 我們今天繼續都是接恐龍 這個可能比上次那個更加難 未必有上次那個那麼麻煩,但這個都幾難 我們接這個翼手龍,看看翼手龍 大家想像中的翼手龍是怎樣的 我想這個可能比你想像的那隻更漂亮 真的每一隻手都有三隻爪凸出來的 手和腳都是,最麻煩最難度高就是接這個位 另外它對翼開合的話,它的口也會一起開合 都幾好玩,又好漂亮又好玩 我們今天就開始弄這個 好了,首先這個先擠 首先一張紙,四方形紙仍然都是 首先將它對接一個對角線 一樣每次都會說,每一次接下去的時候 就對準一些位置,然後將那個接狠刮緊 好了,然後就將這條邊接去中間那裏 對正中間的位置 這個都是一個極複雜的模特兒 所以大家做的時候就小心點慢慢看 好了,另一邊都是一樣的 如果遇到不明白的話就按停它 然後接到下一步才繼續那條影片就可以了 好了,兩個都是刮緊一點的位置 好了,然後將它反轉 就見到一個紫腰的形狀 這次就將這個角落接去這個位置 接去剛剛那條線的位置 那現在有一個向上,由上面拍下來的鏡頭 真是 清晰很多 接著將它打開 兩邊打開 然後這個就要講解 這樣接下來 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就對回到這個角落頭 那就要留意就是那個線就不要過了中間線 剛剛貼著中間線 而這個道指去到這一邊 去到這一邊 就剛剛好是一個對接的直線 對回直線 你看看多一次 這條線接去中間 所以這個是平衡線 對 這邊都一樣 看多一次 這一條線接去中間 對 那麼就小心一點對回那些位置 那麼就這一邊是對接來的 即是直線是對回直線的 這條線 對 那就不要走 走歪了位的那些 好了 那就現在做了一個這樣的形狀 那我們就揭開這個位 就將裡面這個 這個三角形就弄出來 接著就造成一個這樣的樣子 然後我們就把它抹開 就做了一個小的正方形在最頂 類似紙殼的位 這個可以說是那個頭 然後我們將這個東西反轉 就將上面這個三角形就接下來 除了這個角落頭要對回中間線之外 兩邊角就剛剛對著斜線去到最尾的位 大家應該明白怎樣拿這個位 兩邊都剛剛好對著斜線 那個最後的最尾 最末尾的位 那我們就有這個 做這條橫線 那又是了 刮緊它 好了 將它打開 然後反轉 接著我們就做中間線這個位 今次整個模型都只是有一條對角線 接了 做這個之前 做這個之前我們先做剛才的位 這個我們保留這個位 然後將它反轉 然後這條線就接上來 就剛剛對正上面的線 我們要做兩個魚流接狠 好 打開 接著這一邊一樣 這條線接上來這裡 又是了 可能有一點點已經走位了 其實沒甚麼所謂的 這個角落要對正 這條線就對這條線 好 接著打開這個 打開這一個 好 接著現在才做這個對角線 對 好了 好了 我們這裏就會見到 這裏有條橫線 這裏有橫線 我們就將三個人這樣擺發 然後揭開第一頁就接這條直線 這個是一個反開的反折 是了 接著這條直線 類似這樣的形狀 就將這個角落對正 下底的中間線那一點 就現在有這樣的樣子 然後這裏有些稍為複雜 大家小心看 這條中間線我們揭起第一頁 就接這個中間線有一次揭書 這樣揭過去 然後去到這個位 去到這個位 我們見到第一條線在這裏 中間線就對中間線 自自然然 按緊它 按緊它 自自然然的底線那裏 就會貼回這條底線 貼回住它 這個第一個步驟 然後我們再來 這個變成中間線 這個位置 我們就一樣 好像揭書一樣稍為 揭過來 揭過來 嚴格地跟回 又是中間線 現在有一條新的中間線 對回中間的位 這個好像很複雜 其實都不是揭兩次揭書一樣 揭回來 一次兩次 好了 去到這個位 我們可以做這一邊 這一邊一樣 所以大家可以看多次 這個中間線 我們好像揭書一樣 揭第一頁過來 轉到一條新的中間線 轉到一條新的中間線 對回中間線 揭下去 這個時候 這個位置 底線自自然會貼回底線 然後第二層 現在有一條新的中間線 我們好像揭書一樣揭過去 同一時間就會把後面的紙拉過來 新的那條中間線形成 又是中間線對回中間線 這個有一點點厚 我們就要揭緊它 完成了類似是這樣的樣子 類似是這樣的樣子 接著我們可以揭去後面 反去後面 這個有點難的理解 首先我們手就放在這個中間 第一頁的中間 然後把這個拉出來 變成這樣 這邊就不要緊緊它 這邊不要緊緊它 這裡就變成一個半個正方形 這一邊其實做同樣類似的東西 我們把裡面這一頁 這樣整出來 好了 整理完畢 後面又是成了一個正方形 裡面有一些紙可能有些吵架 我們就整理好它 後面一個很工整的正方形 現在我們反回到前面 前面還有一些功夫要做 首先這個位 一個倒轉了紙腰的形狀 我們揭開這個 就在這一邊 不是這邊 這邊是揭的那邊 在這一邊 貼著底的那一邊 我們做一個這樣的事 將這個摺去中間的位 摺尖這個位 這個位 然後我們就把它摺入中間 同一時間這個位 這個位是要弄尖 看著 類似這樣 這個步驟其實類似的步驟 我們做過無數次 如果由第一集看電影的話 應該不用多說 如果你是第一次看這個節目的話 應該你接不到這件事 就由第一集開始看電影好一點 好了 又是同一個步驟我們做多一次 就摺入去中間 跟回那條斜線 另一方面 最面那一頁就要摺去中間 現在類似是這樣的 我們現在可以這樣 揭回中間 好了 然後我們就可以把這個東西反轉 反轉 所以我們就把第一頁 第二頁都拿起 然後就向上摺 摺那個位 剛剛好 剛剛先 去到盡 剛剛先那個位 摺剛剛先的步驟的位 會有個盡頭 會剛剛卡住 要去到這一個位 不是去中間位 不是這個 是再上一些 再上一些 去到這個位 就會剛剛卡住 大家看到了 大家看到了 好了 然後 這個類似後面是這樣的 後面是這樣的 前面是這樣的 然後我們這一邊向上摺起 摺起上來 這個位置要拿角 這個位置要拿角 然後 這個位置沿著中間線 結果就是 會造成這條斜線會撕回 就會連接這個位置 原本是這樣 這條斜線會連接這個位置 形成一個正方形 這邊又是 我再做一次 大家應該明白 這邊就是要去角落頭的位 摺到去 而這一邊就是沿著中間線上去 其實是一個對摺 好了 好 現在是這樣的形狀 也是變回一個正方形 好了 然後我們就要把這一頁 最面這一頁就拉出來 拉出來就會牽涉到 這個側面這個位置 拉出來 這個位置不困難 不困難 這一邊一樣 變成一個這樣的形狀 好了 然後這個角落頭 摺過來 摺上來 這樣摺上來 摺到這個白色這個位置的盡頭 這樣 好 然後這一個位置就摺上來 兩邊都是 好了 散開 然後這條線就摺到中間 好 不用多說了 一摺到中間就拉回剛才 這條摺了的線 對 拉回來 好了 就變成這樣 尖了 好 這邊又是一樣 做多一次 摺到中間 同一時間剛才摺到的位置 就拉過來中間 好了 這樣 好了 然後這個 整個東西摺到後面 這樣摺到後面 看多次 摺到後面 後面還有一層 它摺到過來這個位置 好了 反過來後面就對了 反過來後面就對了 現在這個位置跟剛才有些類似的 但是容易一些 我們沿著這條線摺一下 自然就會拉到旁邊這個位置 這一邊也是 這一邊也是 然後這兩塊 就摺到最底層 這裡其實有兩頁 我們就摺到最底層 這一個也是 摺到後面揭起 摺到最底的位置 好了 大概去到這裏是這樣 反過來 我們差不多開始摺那個爪 首先這一頁 就這樣摺下來 留意就是這裡有條中間線 這裡有條中間線 這條中間線剛好就碰到中間線 然後把這一頁摺上來 好了 這一邊做多一次 這一條線就會摺下來 摺到中間線 這個當然是摺著角 然後把這個摺上來 好了 然後這個摺上來 現在差不多整理好了 大家也看到 可能都會想像到 易手龍的形成差不多 這個翼 這個頭部 這個尾部 類似這樣 我們可以繼續 現在可以摺爪 我們反轉會容易一些 首先 這個部位 摺上來 一個三角形最簡單的摺法 好了 仍然是 每個摺線都要摺緊它 然後我們將這個 三角形 揭起這個一點 然後就摺剛才的三角形 摺進去 然後就把它壓下來 對 這樣 看到了嗎 好了 然後這個很細微的動作 把這個摺下來 小的三角形 然後把這個細的三角形 再摺上去 跟著那個極細微的一個部位 現在是這樣 對了 這樣 然後我們把它打開 接著就揭開這一頁 就把剛才的位置落上 接剛才的形狀 跟著一條線可以了 由於所以不難的 那是細微一點 好塞進去 上下上 然後我們做了一條接線 就是這個角落頭 去到這個位 這個位是怎樣呢 就是去到盡的位 不要撕爛它 去到盡有個位是盡的 但是它剛剛半斤坑中間 這個位去到盡 這個關節位去到盡 如果你再大力一點它會拔爛 所以這個不是摺到落底 是摺到中間的位 這個樣子 好了 然後這個位做事 這個位做事 首先我們 手指摺到這裡 就把這個角落頭 摺進來 內摺這樣摺進來 其實內反折 去到哪個位 去到這個爪尖的位 剛好是垂直的 會變成一個垂直的 好了 去到這裡 其實這個位我們就會 這個白色三角形 小的三角形 我們就會拆來拆去 做了三隻爪出來 大家看著 首先第一個步驟 就是跟著這個線摺進去 但是全部都是內反折 全部都是Reverse flow 每一次Reverse flow 都是要注意 兩個 這裡其實有兩個角 兩個角其實是剛剛對正的角 然後再一次內反折 就跟著那個爪的形狀 再上去 這個就真的看 大家做這個 內反折的技巧 每一次都要做得很漂亮 否則一個爪就不夠尖 好了 再來多一次 都是跟著這個爪的形狀的線 再做一次內反折 總之去到這個位的時候 去到這個位的時候 我們就 做一個特別的內反折 就是 將它中間的位置 這樣弄出來 對正其他兩隻爪 終於就變成三隻爪了 好了 有三隻爪了 這個時候我們就將 這兩個爪的位置 都是摺細它 用Reverse flow 放進去 對了 這個形狀的類似是這樣的 現在是 是有三隻爪在這個位置 然後就要將這個爪這個部分 收回到那個翼那裡 首先 這一個角落頭 摺下來一個三角形 最簡單的那種摺 這個一定要摺實一點 因為它有個厚度 還有我們要運用那個摺痕的 好了 打開它 然後 就將這個爪 這樣摺下來 揭書的 將整個三隻爪都這樣摺下來 然後我們就要連一條線 由這個中間位 在剛才看到這個三角形的這個中間點 就連去這個爪的尖端 就是揭替一頁來摺下去 類似這樣的樣子 然後就將外面的三個人 這個時候跟著摺痕摺下來 這樣就完成了 然後我們就 打開這個位置 打開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打開了 然後這條線 這條線 就摺下來 摺下來 再看一次 這條線摺下來 然後就將 這一份東西 這一份東西 整個摺到後面 這樣就 摺進去那個液的中間 只是凸了三隻爪出來 好了 類似是這樣 類似是這樣 三隻爪就凸了出來 但是液就收得很好 是這樣 好了 這邊就做了一隻爪 做好一隻爪 我們就做這一邊 這邊 因為再做一次 我們講解就會少一些 大家看多一次 首先這個三角形摺下來 好了 然後我們就打開這一塊 就將剛才的三角形摺出來 然後這個位置 我們摺一個三角形摺下去 再摺尖它摺上來 好了 解開它 然後就將這個 用Reverse flow 兩次Reverse flow 就整個摺狠摺下去 好了 然後這裏連一條線 到這裏就摺了下來 注意不要摺爛那位 這個位置就不停的Reverse flow 就將它整了三隻爪出來 是 注意每一次做Reverse flow的時候 都要兼顧到兩邊爪是尖的 好了 第一次 跟著這個爪的形狀 就摺上去 第二次又是跟著這個爪的形狀 就摺上去 好了 白色 現在再來一次 它又變回啡色 應該 把它放進去 好了 變回啡色之後 就將中間這個 將中間這個線 放進去 就形成三隻爪 這個不是普通的 不是剛才那種Reverse flow 是將中間的那個 放進去 所以才會做到三隻爪 是的 跟著就各自每隻爪 就接尖它用Reverse flow 那麼就收得很好 就形成了三隻爪 這個其實就不是太難 但是是一個很細微的動作 是的 好 去到這個位置 是這樣 然後我們就收到那個爪 其實再做一次就快很多 其實如果不講解的話 是可以很快的 好了 將這個摺下來三個形 就打開它 然後將這個爪 整個坡 就揭開這樣 就爪的尖端 去到這個中間位 所以面上的頁就連一條直線 就接下來 好了 然後就將那個三角形 就按下去 好 這樣子 然後將這塊東西 打開 那麼我們就將這個爪 然後摺下來 這樣摺上去 然後把它收回入對翼那裏 很好地做了翼手龍的爪就收回入翼那裏 其實現在已經做了前爪那三隻爪 接下來我們做尾部和腳那三隻爪 這一邊是正面 我們可以開始 首先就將這個三角形這樣摺下來 然後就將這三角形摺進去裏面 摺進去裏面 然後就是這樣 這三角形是摺進去裏面 現在是這樣的 現在是這樣的 已經摺到很細隻了 首先就將這個角落頭摺進去中間 兩邊都是一樣的 其實最上面那條橫線 就是要對正的橫線 好了 再來一次 這兩個都是最簡單的摺法 就這樣一個摺線 就這樣一個摺線 最普通的那種 就是這樣 好了 然後我們就要將這個摺進去 摺進去 兩邊都一樣 摺進去 這個比較難摺得好 我們要摺進去 中間 摺進去中間 跟著直線摺進去中間 然後就要剛剛把位置 這個尖開始變成直的位置 把中間的位置一直摺進去 一直摺進去 一直摺進去中間 從尖變成直的轉折的位置 然後最難就是要保證中間那條線 是印正中間的 因為這個時候很容易會歪掉 大家要細心點這樣做 好了 當你完成了 好了 去到平了 的時候就把中間那塊東西 左一次右一次 就摺進去中間的線 好了 這裡有一個很複雜的做法 跟著這裡 我們就把這條線 這條線摺進去中間 這個真的厚 所以刮的摺痕都一定要刮得好 因為一會兒我們又要升進去 好了 這樣子 然後把中間那塊掀過來 然後又是一樣 摺右 又是摺到中間線 然後我們把這兩個都打開 是了 跟著我們就要把這兩個 這兩個剛才摺的那兩個 又打開中間 摺進去 是了 打開中間這個袋 跟著把剛才的線摺進去 這是一個closing 就不用理它全部的結構了 整份東西 整份東西摺著手指進去 就跟著摺痕 就把它整個摺進去就可以了 好了 摺完之後整理一下就OK了 好了 現在這個摺痕 摺得夠實的話 其實你的摺痕摺得夠實的話 難度就不高 是了 這一邊再做一次 摺一隻手指進去 然後跟著摺痕 你的摺痕夠實的話 然後跟著摺痕 你摺痕夠實的話 打開它然後中間線對中間線整理齊它 好了變成一個梯形 這樣 然後我們開始接這一邊的三隻後爪 首先我們把這一頁照一條線接進去 接到中間那裏 但是大家留意過了中間位的 但是我們因為有條線 我們跟回直線就可以了 然後我們把它打開 又是要塞進去的 打開這個位置塞進去 跟回剛才那個線 就會造成一個這樣的形狀 造成一個這樣的形狀 首先我們這個角落頭 這個角落頭就要塞進去 首先我們對著中間線做一個這樣的角落頭 這個尾巴的部分 刮緊一點因為它很厚 然後打開它就把它塞進這個角落頭 把它塞進去 這樣 然後我們就可以把它塞進去 這樣 把這個東西這樣打開 留意不要摺緊它 不要摺緊它 我們把它打開 然後我們做這個部分 首先第一步 它就有一條斜線在這裡 我們跟回那條斜線摺一摺它 又是刮緊它 這裡也是 我們跟回上一頁的斜線 又是這樣摺進去 這個是腳爪的部分 我第一次講解應該會慢一點 好了 摺了兩個 然後我們打開它 打開它 最高的位置 摺一個三角形下去 然後又是再摺尖它 摺一個三角形下去 然後再摺上去 然後再摺尖它 當然這個也是預摺來的 預先摺了先 摺了摺痕 所以大家刮摺痕 就刮得緊一點 好了 然後我們再摺底層那個 又是一樣的 所以因為要方便摺 把面那個摺回斜線 然後底那個又是一樣 摺下去三角形 然後又再摺上來 好 兩個摺完了 其實不是很難 是細微 好 然後把整份東西 揭起第一頁 把三個摺痕 斜的摺痕 摺完下去摺上來 再摺下去 首先大那個斜線摺下去 然後跟回斜線摺上去 然後跟回斜線摺上去 其實全部都是已經有摺痕 你的摺痕有夠深的話 就不難的 現在是這樣的 然後最後再把最後的位置 又是跟回摺痕這樣摺尖它 然後收回一個爪 對 這樣摺了 然後第二頁 底的頁其實一模一樣 又是這樣摺上去摺尖它 都是一個考驗你的Reverse flow摺得好不好 做得 其實就不是很難 好了 兩個摺完了 這個也可以回原位 然後這個位就比較難一些 就要把爪去那一邊的位 首先我們揭去爪最底的位置 最底的頁 最底的頁 然後就把它這樣摺過來 你會整三塊都一起這樣摺過來 這樣摺過來 然後就把面那個摺翻它 注意就是那個爪移動到側面的時候 它是平的 而這個側面的結構就會跟著變 大概是這樣的形狀 大概是這樣的形狀 平了 平了 而側面就會有個結構上的轉變 中間就有一點點摺奏了 大家就不用故意整它 它自然會形成這樣的結構 這樣平了 然後我們在底上揭開這一頁 揭開這個面的位置 然後就把這個斜線摺上來 而這裏 這個位本來是一個小的三角形的位置 我們把它擴大 摺到跟爪一樣的形狀 這個尖位置 然後按平它 理信它 去到這個位置 可能真的會難一些 去到這個位置 去到這個位置 尾那裏 其實已經準備好三隻爪 比較厚一些 然後我們做這一邊 做這一邊 今次不會講解這麽多 我們照做 首先就接直線 跟回直線這樣做 好 然後就塞進去 希望那一邊的爪 就不要阻 應該不會的 因為我們已經整理好了 那就將這個尾部 這個尖尖 摺進去三角形 然後揭開它 跟回接行 就塞進去 好了 然後我們揭開這一面的頁 我們做一些爪 首先跟回斜線 兩頁都是 跟回斜線這樣摺 注意每一次刮緊 然後最頂長方形的直角 我們就摺下去 摺下去 又摺上來摺尖它 我們都是做魚流摺痕 好了 然後做底層 好了 做完了 然後我們就把這兩層爪 摺進去 摺上來再摺進去 好了 那就跟回接行就可以了 好 好了 很快回到這個步驟 然後就把這個 揭到最底層 把這個爪的位置 揭到最底層 就把它移過來 摺著整個組的爪 然後就移過去 好了 那就移過去 然後我們就貼這一頁 然後就把這個斜線摺上來 下面這個位置 下面這個位置 我們就由這個三角形 擴大到爪的末端的位置 這樣 然後就把它整理 摺著 把面上蓋上來 兩邊的後腳 那三隻爪 全部都做好了 好了 然後我們反轉它 腳爪那裡還有一些部位 這兩個位置 都是要接尖它 這個位置也是 接尖它 好了 這樣接尖了之後 我們就把它打開 又是放進去裡面的位置 這個真的比較細微一點 好 做好這個步驟之後 就把腳爪 向後屈 就放進去袋裡面 放進去原本的爪的袋裡面 對 跟著那條線應該就可以了 兩邊都是 就把腳爪整理好了 一邊是這樣 兩邊 另一邊是這樣 接細了腳的位置 這個時候不要弄散了原本的爪 兩邊是對稱的 這樣 好了 然後這個尾部 最尖的位置是尾部 尾巴 我們就將它左右兩個 稍微摺進去 摺尖它 打開這兩個腳 摺開一點點 就會見到 它是掘的 我們就把它摺尖 把它摺進去 把兩個角摺進去 兩邊都是 不方便刮 我們轉去正面才刮它 好了 其實整個身體差不多做完 整個易手龍的身體差不多做完 我們最後做了頭部 頭部就反轉它來做 翻轉它 將這一頁 將這一頁 揭起 大家要留意 這個我們做一個特別的 紙殼的基本形 要特別一些 那怎樣做呢 底部 這個紙殼的基本形 我們的底部 就摺到中間線 但是最頂的位置 就留一些位置 就不要摺到最尖 就注意兩邊要對稱 因為那個易手龍 那個頭棺 那個位 我們叫頭棺 那個位 就不是完全尖 所以 我們要留一點點位置給它 下面那個部分 就可以摺到中間線 但是上面 就不要完全摺到中間線 就留一些位置給它 類似是這樣 留一些位置給它 下面就完全摺到中間線 我們就把它 摺下來 這個位置留一點點 不摺到 然後 頭部兩邊就摺到中間 這樣 這樣 這邊也是 好了 摺完 差不多完 頭 摺回兩個角落頭 摺回一點點 我們就形成易手龍的眼睛 其實 接下來就是整形的階段 其實整個易手龍摺到這裡差不多完成 我們就做整形的階段 整形怎樣做 首先 十二隻爪這裡有 每隻腳有三隻 十二隻爪 每隻爪我們就把它 用一個返回樓摺回出來 大家 我不用多說 我一路做 大家照做 勾回一些爪出來 用一個返回樓 如果摺到這裡都沒有問題 你勾回一些爪出來 也不用怎麼講解 大家自己做 勾回一些爪出來 不要太長 也不要太短 色色中中 這個三角形這個位 最後一隻爪 就是前爪 最後一隻爪 就麻煩一點 可能大家要接尖它 然後才勾回那個爪出來 大家應該自己倒閉 做到了 前爪那三隻 然後另外那邊的爪 也是 勾回三隻爪出來 這些就是考你的耐性 不要接到整隻易手龍都接了 去到最後太心急就弄破它 就可以了 好 前爪三隻做好了 勾出來 那麽 尾爪的腳爪 又是 做回回樓 將它勾出來 好 如果大家初次接的話 你們用一些大張一點的紙 可能會比較好 因為始終爪的位置很細微 所以大家可能用全開的皮紋 或者色紙來接 就會比較容易接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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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明白了應該 向後接的同時將逆手龍頭部上額的部分按下來 他自然形成這個位置 然後有些線我們要做一個接線 翼去到這個位置對腳摺進來 這兩個位置摺下來 去到翼的位置 然後這個位置摺到這個位置 對腳摺進來 翼手龍的造型就會比較像真一些散漫一些 對翼當然了 對翼最後摺下來 我現在做給大家看 首先將翼這個位置這樣摺下來 做一個接線 這個純粹是一個造型的接線 不是真的要摺緊它 但是因為翼手龍現在已經很厚 所以大家這個時候可能要很用力 爪的造型的線類似是這樣 這邊做多一次 好 然後腳的位置 兩邊腳摺進來 再來 在背部看就是這樣 跟著身體的樣子就OK了 跟著身體的形狀來做就OK了 好 最後就把兩邊這個位置 連去腳的位置 這個位置就是連去腳的位置 另一個位置是否к 這個真是要十一點 這麼那些爪就會凸回去前方 否則剛才不做這些造型線 爪就很平 就不像那個易手龍的動作 做好了 類似是這樣的 蝙蝠龍或者叫易手龍 然後兩隻翼如果是類似在飛 我們將兩個翼打摺下來 這個造型 其實到最後完成一個作品之後 其實這個造的造型其實很重要 很多時候我們造的動物 你就這樣摺好它 它就不是很生動 你做那個造型的線做得好的話 最後將它屈出一個生動的造型 其實很重要 其實 好了 去到這裡 就完成這個易手龍 十二隻爪 還有有眼有口 完全重現這個易手龍的外貌 類似是這樣的 一隻紅色一隻就是啡色 這次易手龍算是一個複雜的作品 我想之後下來的幾集 我會轉回接一些比較簡單的東西 大家先調整一下 我遲些再接一些複雜的東西 我們這次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下次節目時間再見了 也不知道 在這邊 會是 吃 吃 吃 那